各位朋友,我現在在大龍街 剛過大龍夜市,我目前已經上線 沒錯,現在是五點十一分 今天我是比較晚出門 因為下午有事 在家處理了一下 然後中飯也比較晚點吃 玩完才吃已經四點多了 有點這個中飯跟晚飯一起吃的概念 這樣也不錯,省了一餐的錢 然後熱量也省了一餐 我今天的目標就是把這次的第一燙獎 第一標啦,第一標燙獎拿到 就這樣子 就順勝地跑 也不強求 只要能夠完成第一標燙獎 就OK,就沒有問題啦 好啦,我現在要慢慢往這個老地方前進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重慶北路山段 剛剛呢,我的開市單 送到之後呢 又接到了一單新葉台菜 又往這邊送 其實是往明珠西路 重慶北路加拉國送 這樣 這一單呢,我接起來的時機不巧 因為呢,我手上那一單 開市單還沒有送給客戶 所以我還沒有結單 然後這一單我就把它接起來 結果就算疊單 哇,25塊而已啊 不夠算啦 反正我今天的目的就是 先把這個單量充出來 這樣 好,所以我現在 在重慶北路山段 現在又要再回老地方的路上前進 這樣 那因為今天又充單量嘛 所以萬一假設 這個系統要把我帶到萬華區 我也可以接受啦 哈哈 但是三重我就沒辦法了 好啦,那我要專心騎車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信義路六段福德街 跟松山路的三叉路口 這樣 那我完成我的十九燙了 沒錯,所以燙獎也有拿到 那我是已經下線了 現在九點二十二分 我是不想再撐了 我想這個十九燙完成之後 就不囉嗦,下線 那我人呢 現在在這個 有一班 可以做到這個 可以直接做到士林的公車 的總站這邊 哇,好遠啊 那我現在就是 準備要去找東西吃 這樣 然後再慢慢的換回士林 但 不過 我是有打算 大概 先離開這個區域之後 我大概會 慢慢騎到 大概會是 饒賀街那邊 饒賀街夜市那邊 然後再上線 然後一路回去 看看有沒有什麼順路單 有順路單就接 沒有就算囉 好啦 今天呢 就先這樣子 順路單我就不計了 因為通常 通常不太容易會有順路單 就我之前的經驗是這樣的 偶爾有一兩個順路單我就超開心的 但通常是沒有 好啦,明天繼續努力啦 好,明天 好,明天 好,明天